夜幕低垂的晚上 燈影繁華的九龍城 每每都會看到這位老虎的身影 她孤單一人, 不論春夏秋冬 都會靜靜地坐在這條巷口 叫賣她丈夫傳承給她的街頭小吃 涼好… 咳頭濃痛聲沙花痰 年紀大的人會覺得叫賣聲似曾相識 年紀小、小的 可能連她在賣的是什麼 都未必知道 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 我不知道 不太清楚 你之前吃過嗎? 吃過吧 覺得味道如何? 好吃 很甜 很美味, 有甜甜的感覺 很新鮮 是 很清爽 香港獨有的情懷 這種令大人懷念 年輕人覺得新奇的味道 就是飛機籃 有飛機籃賣 是, 飛機籃 飛機籃在四十年代起 已經是很受歡迎的糧果 當時賣飛機籃的隨街叫賣 樓上住客聽到只要丟個蠔子上街 賣籃的隨手一訂 包籃就像坐飛機一樣 飛上你家永無失手 去到六、七十年代 賣飛機籃賣得上電視的還有這個人 他有姿勢又有實際 七、八層樓高, 他一訂就到 客人把錢訂到街上 他一下子就接到 小時候住石結尾的時候 那時候是七層大廈 他說五樓, 我們住五樓 剛好一扔就扔上去, 挺厲害 就是一個小時候的回憶 是, 很開心 我很開心, 對… 他就是有飛機籃之父之稱的國鑑基 幾十年來 背著自己設計的籃型鐵箱 走雲全港, 四出賣籃 可惜基叔在2013年離世 訂籃絕技成為了絕響 連飛機籃這種零食都幾乎失傳 幸好得基叔堅持基叔的位置 多辛苦都賣下去 現在生意很一般 今年比較差 但每天都在這裡 對, 每天都在這裡 但這個位置也是封口的位置 冷不冷? 還是冷 基叔說話不多, 除了害羞 還因為本身是泰國人 不是所有廣東話都聽得懂 不過說到小時候的丈夫 昔日的種種恩情 在眉宇之間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先生做了幾十年 六、七十年都有 是, 你也跟了他… 我幫他做了十年多, 十多年 以前我先生和我先生到處去 前天說都…前天說都會去 人家吃了, 喉嚨舒服, 他就開心 最後他又…大年水, 走路也不方便 我又幫他 夫婦拍眼當賣籃, 賣到老, 賣到基叔離開 之後基嫂就繼承基叔的衣缽 雖然跟隨丈夫幾十年的籃箱 太大過, 負不起 但基嫂無論如何都要訂造 一個迷你版籃箱 箱的正面還貼著丈夫 在石結尾拍的照片 一邊賣籃, 一邊回味 丈夫訂籃的威水史 很準確, 你說多扭, 他就多扭 對, 是不是很有型嗎? 對… 怎樣練習? 很多年 但看到他扔得這麼準 會不會很崇拜他? 是… 你很準確, 你說多扭, 他就多扭 扔飛機籃上樓, 我聽就聽得多 其實是不是真的這麼難呢? 讓我挑戰一下 這次我要把飛機籃扔上一樓的騎樓 這個只是熱身而已, 再來歌 行了…快來, 再接再來才行 太好了, 終於成功了 扔一樓就說二, 別人扔七樓 除了眼界準, 基嫂的歌喉 一樣令到基嫂回味無窮 一路賣一路唱歌 但你卻不知道她說什麼? 對 你卻不知道她內容的歌聲 聽她就很好聽, 大聲 不知唱嗎? 這首就是基宿自作自彈 和自唱的首本名曲 女演繹泡 她詹姆 就文句音樂 éo 聽她是的 裡以前這樣 她就是唱有UST 有之人, 和她的歌 其實她又喜歡 那樣的歌 很辣 當年基宿出品的飛機籃 最高峰一天可以賣到二、三十斤 比起一般用甘草、丁香等等 醃製的飛機籃 基宿的籃就特別受歡迎 究竟有什麼巧妙呢 有什麼材料呢? 材料就不…不說了,是吧? 很多人問它,它不出聲 巧妙原來就是這些 由多種藥材秘製而成的粉末 將一點粉拌在籃子上 飛機籃就這樣練成 11粒,大粒,11粒 11粒,就是這樣夾 拌勻,一拌一拌 是,要搖一下,是嗎? 這樣吧 然後粉就用一粒去蘸一下粉 是嗎?放進去 然後… 拌一點 這樣拌一點 太多了嗎? 可以了… 再多一個,行嗎? 你…你沒吃過嗎? 是,我沒吃過 這樣拌勻… 這樣拌勻 好,這個先試試 謝謝 對,來吧 做好 有金 很爽 丈夫的秘密配方,要守住 丈夫的心血要成全 所以平日夜晚 基礎都會在這裡賣籃 除了因為九龍城是他們婚後的愛巢 也因為附近泰國人多 為他這個異鄉人帶來絲絲的親切感 黑頭龍痛, 青沙花壇 正宗飛機籃 正宗飛機籃, 合不合… 涼後… 幾十年前 多少錢 要多少包? 二十元包 是, 謝謝 我們陪機嫂坐了大半晚 雖然都有街坊光顧 但只望不買的, 亦不少 他說現在生活慢慢緊 日頭要做兼職衛生 但在艱苦之中 都希望找到一點點甜 現在我怕人家忘記他 我又埋怨, 有時候人家聞到他 開心點 六年了, 搞了六年 現在好一點, 出瘡 我每天都哭, 現在沒人 偶然在街頭遇到專程來光顧的熟客 基嫂更加甜在心頭 有時跟熟客聊天 有, 有時候人說舊事 好像家人喝酒了 對 話口未完, 就被我們遇到一個 吃起來覺得喉嚨癢, 挺不錯 對, 有時他又多給一、兩個 我們兩夫妻吃, 突然吃 吃起來是有感情的 對 那天我走過, 不見她的地獄 她說那天冷, 下雨沒有開檔 我們都知道 無奈, 基嫂已經邁向七十 加上老年多病 不得不令她有想過 回鄉退休的念頭 六十八歲了, 直到樓下刮刮刮刮 有很多病 有糖尿病, 打唇膏、心臟病 甚麼都有 如果你回了泰國 就沒有人在這裡買飛機籃嗎 是… 讓有契仔在這裡, 讓他們買 來到今天, 飛機籃究竟會否再起飛 契仔願意接手 還是未知之數 現在基嫂只能賣一天, 只有一天 假如之後連她都不再賣籃 基叔畢生的心血 恐怕只能成為絕響 涼頭涼頭, 吸頭濃痛, 清沙, 翻頭